嗨,大家好,我是聰哥 今天呢,要來開箱一個 無限高壓清洗機 就這個 HOTO小猴無限高壓清洗機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 全套配件有哪些東西 那這個呢,桌面上的這些東西啊 就是這一次這台HOTO小猴無限高壓清洗機的全部配件 就這些 那這個就是摺疊水桶 這個容量很大,這個好像十幾公升 接近20公升的水量 抽水管跟主機粉體 這是他們的主機粉體 五段可變的頭 還有附一罐這個泡沫瓶跟洗車精 也可以當抹布 跟一塊海綿 這些就是它的全部配件 清洗機它就這麼大而已喔,有沒有 很小台,就這樣子 很方便攜帶,再加上它可以摺疊 然後這個噴頭是可以拆下來的 這樣子 它是可以全部分解的 這樣 那它的充電頭呢 充電位置是在 機子的上方這裡 有一個Type-C的充電孔 這一次呢,一樣 這個HOTO小猴無限高壓清洗機呢 也是接受廠商的邀約 然後我就來實際使用 然後測試給大家看 好,現在來跟大家講解一下它的安裝方式 主機本體 這個是摺疊手把 有沒有,它只要往下拉 它就可以折起來 好,打開之後呢 要裝噴頭 這個噴頭把它插下去 往右轉,它就卡住了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直接調整 你要的噴灑的角度 有沒有,這裡 這樣子噴出來就是0度最細的 針對那個比較頑固 需要強力沖洗的地方 用這個 下去沖 然後20度擴散 跟20度朝下 這個模式也很好用 然後跟40度擴散 跟最後的花灑模式 就是交花、交水啊 那它的接水管方式就是 這裡 機子的下方有一個接水管 扣下去 往右轉 它就卡住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開關 這裡手把上就有一個開關 只要按下去 它就會直接運作 直接抽水、直接噴水 那水管的另外一頭 這個就是丟到 那個摺疊水桶裡面啊 就是這樣把它 放進去 裡面裝水 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帶出門就是這麼方便 噴槍 然後 就這樣子 收進去 它附的 泡沫噴瓶 也可以收進去 然後就是呢 洗車布啊 跟海綿 這些都可以直接放進去 一桶提著就出門了 就這樣 一桶提著就可以出門了 非常方便小巧 那這個 噴頭呢拆的方法 這裡 這一個 裡面這一個 脖子這裡壓住 往 下轉 往左轉 它就可以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安裝 泡沫噴瓶 插下去 這樣子 這個方向下去之後呢 壓下去 轉 往右轉 它就卡住了 這樣子你只要裝 洗車的東西啊 或是清潔劑在裡面 它噴出來 它從前面噴出來 就會是泡沫狀 有沒有很方便 壓下去 左轉 它就可以拔起來了 很方便 真的是方便攜帶 又好用的小機器 介紹完它的全套配件之後 我們就 實際來使用吧 GO 喔 露營 最常遇到就是像這樣 鄰居的冬天啊 東西不好洗 這時候有這個就很好用了 嗯 這時候有這個就很好用了 嗯 有沒有 沖一沖就乾淨了 沖乾淨之後 等一下再用那個 洗碗筋 菜瓜布 也不用什麼 跑了 稍微跑一下泡泡 喔 快很多 乾淨 María 說嗎 放大 炑泡 煎 大部分的東西都弄掉之後就很簡單了 就不會那麼油了 就比較好洗 洗完了 變很輕鬆 因為把大張物頭沖掉之後 那個鍋子就很好洗 就不用說因為營區的水 像這個水 你常常在這邊 對不準 沖不掉 高壓沖一下 然後再用泡泡跑過就乾淨了 冬天水槽洗完容易油油的 雖然這個是營區的水槽 可是因為還要用明天還有一天 所以還是要把它稍微弄乾淨 阿平常這個水不是要這樣撥 有沒有 沖不太到 有些地方沖不到 唉唷 會掉了 拿出這個 現在是20度的模式 它會往下 乾乾淨淨 好像每次出來露營阿 像白色車子就很容易噴髒 要回家之前對不對 那就可以稍微清潔一下 有沒有很方便 只要提一桶水就可以做囉 而且Type-C充電 隨時都可以充 待出門露營 馬上就能補充電力 對不對 還沒要用就放在帳篷裡面充電 要用到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用了 Type-C還有一個好處是 這個 因為體積小巧 所以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在車上也可以用 所以等於 你平常就可以放在車上 像你出門幹嘛的 如果哪裡髒要洗 馬上就可以用 很方便 這就是它體積小巧的優點 好 現在每次露營完最後的這個桌子阿 上面因為煮菜都會噴得油油髒髒的這樣 這張也是 吃飯的桌子也是 就是會掉一些渣渣屑屑 因為我這個是鋁的 我這個是鋁的仿木紋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用水沖 好 那待會就來把它洗一洗 洗之前呢 我從家裡帶這個Cosco 買了一個 隨便萬用去務器 這個去油力還不錯 我廚房都用這個噴 因為這個錄好幾次阿 那個油 擦 就擦不太乾淨 所以就把它噴一噴之後 好,現在這個洗完了 擦乾淨,把水擦掉 都不會油油的 因為之前每次露營完都會油油的 哇,這真的很方便 就是它要洗什麼東西 隨時都可以用 因為不需要插電,它是充電的 就是看你想要使用在什麼地方 洗什麼東西這樣 我是把它帶出來露營用 在家裡也可以用 HOTO小歐不限高壓清洗機 攜帶就是這麼方便,你看 一台摩托車 隨便一個車廂,還有這麼大的空間 就把它塞進去 整袋都在裡面 現在呢,我們就 帶出門,我要來洗冷氣的室外機 順便教大家如何清洗冷氣室外機 你家裡只要有這個 你要洗自己家裡室外機 洗一次你就省一千塊 對不對 這個就是方便快速 不佔空間 隨時你想帶出門去哪裡 去洗什麼 像我帶去露營也是用這個 現在來洗冷氣的室外機 那洗室外機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當要洗到鋁騎片的時候呢 就要用到斜下20度的模式 有沒有,它就斜下20度 那我們就先來把這台室外機的外觀 先沖一沖 好 室外機清洗最重要的就是它後面的這個鋁騎片 有沒有看到這個上面布滿的灰塵 卡住了 已經看不到那個一條一條的鋁騎片 像這就表示你家的室外機很髒 必須要清洗 那要洗鋁騎片的時候呢 有一個要點就是 水一定要由上往下斜的這樣沖 由上往下這樣沖 這時候這一個20度 20度斜下的沖就很方便 它沖的時候它就自然而然會往下 為什麼要往下 因為通常冷氣室外機的機板 都在機器的上方這個位置 如果你這樣子沖會把水沖到裡面去 有可能會傷害到它的機板 所以我們才必須要這樣子往下沖 好 那我現在就用這個鞋下20度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灰塵 有沒有看到那個灰塵 洗冷氣室外機是很療癒的事情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很清楚的分別 沖了跟沒沖就差很多喔 散熱效率越好 你家的冷氣就越省電 你看 有這台擺在家裡 是不是就很方便 隨時提一桶水 就可以馬上來做清潔 泥香吸什麼就吸什麼 ねぇ 沖了一下 沖上 然後開花火 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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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現在這個外機全部洗乾淨 剛剛只是稍微沖過 那現在就是把那些髒東西弄掉 買一隻這種刷子 然後順著鋁騎片往下刷 這樣順著刷 像刷牙一樣順著不要這樣子 鋁騎片會刷壞掉 就是直的往下刷就對了 這樣子 就可以把一些比較大的 卡在上面的髒東西刷掉 然後再搭配一些 外殼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清潔劑 噴一噴刷一刷 刷完記得要再把它沖乾淨 不要讓清潔劑殘留 這樣就好了 其實洗室外機沒有太困難 那你看 有這一台是不是就很方便 對不對 你在家裡隨時想洗就洗 而且 你叫外面 像我們這種冷氣師傅來洗 一台室外機一千塊 自己洗就搞定啊 對不對 又省一千塊 所以是不是你看 今天這支影片又教了大家 如何自己洗室外機 你看 你馬上就學到又賺到了 那像這個室內機的這種濾網啊 要怎麼洗 也教大家怎麼洗 拆下來之後呢 它都長這樣嘛 從它的後面沖 那個灰塵馬上就可以沖掉了 拜拜 有沒有有沖沒沖差很多 那像這個濾網上面啊 你這樣看是不是會有一條一條 好像黃黃的 那個就是 那個有抽煙啊 或是家裡有拜拜 那種煙油的東西 卡在上面就會黃黃的 那就噴一下那種去油污的清潔劑 噴一噴 稍微刷一下 它就跟新的一樣 乾乾淨淨 OK 好 前面影片幫大家實測完了 現在來講它的優缺點 它的優點呢 真的就是 攜帶方便 真的超方便 它的一咖水桶 帶著就出門了 然後 再加上它的Type-C充電口啊 真的是 隨處都可以沖 像我帶出去露營 我在車上 我就可以插著沖 我在露營區 我也可以放在帳篷裡面沖 Type-C 方便就是方便在 它到處都可以沖 所以你給整套 如果你常洗車的人啊 或是你可能 很愛車 你覺得你車隨時髒了 都需要洗 你就可以把這個放在車上 你只要找有水的地方 裝一桶水 你就可以直接洗了 洗起來 車上也可以抽電 這是它的好處 攜帶方便 小巧 再來呢 就是它的 續航力 因為它小台 所以這台續航力 是15分鐘 如果連續使用的話 是15分鐘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才15分鐘 這樣夠洗嗎 我跟你講 我帶去露營 我洗那些碗盤啊 洗桌子啊 它連一格電都沒減少 呵呵 就是說實在的 15分鐘 對於一般 你要洗的小東西 或什麼的 都很夠用了 那當然 如果說你想要 續航更長的 有更大電量的機種 就不是這種小台的 這個 它講求的就是方便 好不好 這個摩托車 這樣一收起來 摩托車 車廂就可以收進去了 你隨時你想洗摩托車也可以洗啊 那我是帶出去露營用 再加上它洗什麼東西都能洗 你看 我影片也有示範 洗冷氣 是不是又教各位 是不是洗一台自外機 大家又賺了一千塊 你一年洗一次 沒多久你 你洗個兩三次 你這一台的機器成本 你就回來了喔 我真的是覺得這一台 真的很不錯 攜帶方便又小巧 隨時想洗就能洗 像過年快到了 你家要大掃除 你要洗紗窗啊 或是洗窗框裡面的龜層啊 都可以用 隨時水桶提著 接過來 水管丟下去 就可以沖你家的 紗窗跟窗框 對不對 洗廁所 洗浴室 洗地板 什麼都可以洗 反正你只要想到 能洗的東西 它就是方便 因為它不用再插電了 它就是用充電的 像它附了這個摺疊水桶 像我去露營啊 它這個水桶也可以當作 灌洗包 就是你要去 營區洗澡幹嘛的 衣服啊 沐浴乳都丟進去一提 它又是防水的 因為它本來就水桶 它本來就防水 就可以帶到營區 對 又可以掛起來 有掛鉤掛著你東西 在裡面你也不怕它死掉 呵呵 我覺得 這一個水桶也是萬用 好不好 所以它等於它整套附的設備 再加上又連某布都付給你了 你想擦車洗車 擦桌子幹嘛 像我露營 我擦桌子 就拿它的布直接來擦 齁 真的很方便 不管你要洗什麼東西 基本上它要付給你的配件 就很齊全了 很方便 隨時都能用 這就是它的最大優點 好不好 而且這一台 售價還不貴 真的是很親民啦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以它的售價 跟它的配件 還有它的方便性 便利性 跟體積 我真的覺得這一台 很強 唯一缺點 可能就是 續航15分鐘 這大概是我能找到它的 小缺點 就是這個 續航15分鐘 當然 因為它賣的是方便嘛 小巧 體積小巧 可以隨時攜帶出門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一支 HOTO 小猴無限高壓清洗機的 開箱介紹影片 好 喜歡影片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